台灣的房價居高不下 不少人在外租的時候 反而會選擇雅房或者是分租的套房 因為這樣子租下來價格比較便宜 但是卻有學者研究發現 其實雅房還有套房的分割房間 每一坪的租金其實是比整層住家都還要貴 那麼專家也表示對於房東來說 出租整層的住宅利潤比較少 因此房東都會想辦法來分割房間 創造更大的利潤 頂樓加蓋一間一間走進去 明明是40坪的大空間 卻硬是被隔成了5間小雅房 其實研究調查 雅房分租套房的每坪租金 竟然比整層住家還要高 一間房間兩間房間每處沒用到的話 那個負擔的成本費非常的大 改變室內空間的設計過程 來就是符合現在的年輕人空間需求 專家透過租屋網的數據分析發現 整層住家的月租最貴 比其獨立套房貴了11% 最便宜的就屬雅房 但如果是依照單瓶價格來看 整層住家反而比獨立套房便宜2.4% 比起雅房更是少了6.5% 而假設一間三房兩廳的屋形房東租25000元 但如果分租成三個房間各收1萬塊 反而會比租整層的效益來得更高 只是部分出租套房會涉及違法加蓋分割 因此租屋族在挑選前還是得睜大眼睛 否則一旦意外發生後果恐怕會不堪設想 8新聞續航主王明賢的採訪報導 18位玩八發鎖定八大民生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